香港馬壇年度重頭盛事 國泰航空香港國際賽事 12月11日就舉行 作為支持者 自不然要緊貼每個精彩時刻 高手總是先聲奪人 但三大項國際賽前哨戰 已經足以令人熱血沸騰 當初的國泰航空馬會短途錦標 就由小喬流水先拔頭籌 而國泰航空馬會盃 就由自由好成功奪背 國泰航空自由好 過點解明自由好贏了 至於壓軸的國泰航空馬會一里錦標 結果由卡達勝突圍成功 三場前哨戰已經這麼精彩 正本起當日必定激戰連場 卡達勝在這場上贏了 當然是希望他能夠跑得近一點 為香港爭光 國際賽的刺熱氣氛越燒越烈 宣傳攻勢進佔全港每個角落 要掌握國際賽的最新形勢 當然要登上馬會網頁 瀏覽各地馬彈名家的網誌 又有新更新 這場比賽 入選馬匹名單正式公布 參戰馬陣容 塵埃落定 四項國際賽事 正式進入倒數階段 由11月底開始 多匹海外名區已經陸續抵港備戰 包括法國代表多利得 英國代表紅色禮物都已經抵捕了 港隊馬真的不可以掉以輕心 全城拭目以待 世界草地王者爭霸戰 國泰航空香港國際賽事 12月11日,沙田馬場